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收集这个题的时候只讲了四种情况 然后我根据这个考试的经验 看了考了一个什么东西 我又把它处理一下写在里面 不断的往里面写 写到现在十个 差不多了 满了 我也不好用 再写了 但是我还可以口述的加一点点东西吧 加的不多了 这是不可靠的发生以后的索费再处理 这索费如何处理 逐渐回答 好 对于这个不可靠的发生以后的索费的处理 我现在考述把这些要交代完的交代清楚以后 自然就实际上索费的问题就给你解决了 对于不可靠的发生以后的索费 我们首先要掌握一个大的原则 叫什么 我用一句很俗的口语 用一句最俗的土话来说的话 叫啥 谁家的孩子自己抱回去 这是最俗最俗的一句话了吧 谁家的孩子自己抱回去 比如说 因为不可靠的建设房的人员受伤了 自己花钱一致 这就叫做谁家的孩子自己抱回去 这是总原则 有了这个总原则以后 能不能解决这些索费的问题呢 我们口题的话 总是一些不太好处理的问题 所以下面就要给大家交代这些 不太好处理的索费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已经工程 已经工程受损情况 这个已经工程呢 其实涉及到四种小情况 哪四种呢 你看啊 这已经工程经过了中间验手 没有经过中间验手 两大种吧 经过了中间验手 它出的报告合格的 或者是不合格的 两小种 没有经过中间验手 可能是合格的 可能是不合格的 是不是四种 对吧 对于这四种情况 我告诉大家 由施工单位买单的 只有一种 那你就知道是哪一种了 由施工单位负责维修的 只有一种 哪一种 已经经过中间验手 而且出的报告都是不合格的 只有这种情况下 由于不可靠地受损 施工单位买单 这是应该的嘛 是吧 我举个同书的例子 比如说我修路 修铁路 修工路 那个路级 路级的话 是一层一层验手的 好 我这一层 去验手 不合格 正在出报告 等报告的这几天 来了洪水 把这个不合格的这段 冲垮了 那 说句实话 没来洪水的话 你应该怎么办 挖掉重新再去做 现在洪水还帮了你的妈呢 反了你是要反共的 是不是 只有这种情况 施工单位买单 另外三种情况 都有建设单位买单 无论是什么 你看 这个什么 包括那个 没有应收的 可能是不合格的 也应该 按照合格标准 配给施工单位 那这样做的话 施工的话 是不是 赚了 本来是个不合格的 因为不合格的 损坏了 结果还按合格标准 配给这个城堡上 好像是赚了 但是 这是他改赚的 是吧 因为施工那位 无意去专门 做那个不合格的 等着来洪水 他如果不来洪水呢 是吧 这是第一个问题 已建工程 第二个 是什么 就是关于机械设备 关于机械设备 那么咱们施工现场的 机械设备啊 应该来说的话 有两类 一类叫施工机械 一类叫做进驻设备 怎么说呢 一句话可以概括 凡是施工单位 在这个项目做完 能够拉走的 都叫做施工机械 那就多了 塔调啊 推土机啊 电焊机啊 还有那个什么 肖木机 里部办公室 那台空调 都算 因为这个肖木做完了 他最后要一击啊 是不是啊 这个我们都叫做施工机械 我们前面讲的呢 谁叫的孩子自己抱回去啊 施工机械受损了 施工那位自己护着维修 另外一类叫做进驻设备 咱们房屋进驻里面 这个是最常见的 你看房屋进驻里面 最常见的进驻设备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的中央空调 永久电梯 我们的电梯房 那不是永久电梯吗 那么这个中央空调 永久电梯 这些进驻设备 无论是施工单位购买 还是介绍单位购买 当然我们说讨论索费 肯定是讨论施工单位购买的 是吧 施工单位为本项目购买的 进驻设备 由于不可抗定 是什么了 要有 建设单位买单 由建设单位来负责赔偿 理由是什么 因为这是 建设方的孩子 我专门给你买的 我不带走的 这是建筑设备 由建设方 业主房买单 好 由这个问题来 马上就推演出 另外一个问题 原材料 那咱们建筑工具的原材料是不可烧的 最多的 钢筋 水泥 砂石 是吧 那么一般的原材料 都是我们施工单位购买 就算是指定分包单位 那也是我们施工单位 跟分包单位去 其合同分包单位去购买的 对吧 那么原材料 由于 不可抗定 比如说来的台风 来的洪水 是爽了 不是比如说我们那个散装水 你呀 泡水了 失效了 这个月谁来买单呢 建筑单位 建筑单位 施工单位为本项目购买的原材料 由于不可抗定受损 由 建筑单位买单 我昨天在那个 我的那个大口口群里面 有个学员就问我 他说那啊 施工单位买的东西 如果 建立方没有 亲自确认的 如果不可抗定受损 那甲方也不赔啊 你就不要去 转这个控制了 你说实话 你施工单位买的东西 那也有这种特殊情况呢 啥情况呢 比如说我昨天 买的车员材料买的这个现场 昨天晚上来的 还没来得及 没来得及这个请建议来验收 比如说我昨天 我傍晚 九点十点来的 晚上八九点来的 就凌晨一两点 不可抗定 大台风或者 来洪水之类的不可抗定 死坏了 我本来就没今天早晨 报请建议来 现场验收的 如果你验试装这个控制 其实也有办法了 你有购买票 有那个什么司机的 那个运输单 这些证据一样的有嘛 对不对 就不要去转这个控制 好不好 还有我们一般所说的材料 都是直接你请自来的 到了现场的 总之一条 施工单位购买的材料 由于不合理受审的话 建设单位买单 三个问题了吧 下面咱们看人员 这个人员的话 有些人员是很清楚的 你是施工单位的 你是计算单位的 但是下面我说两个人 你就不好办了 比如说 这个什么 路人 那也就是说路人怎么会进到我们现场呢 还真发生过 我记得是在五年前六年前 武汉的有一个工地在夏天 他那个围墙呢 要是狂风暴雨啊 围墙可能下面那个墙 极竹那个地方可能 被那个水也冲袭的差不多了 再加上分离作用 围墙往外倒 好笑压死了两个路人 两个行人 在外面走 大概是五六年前的一个事情 这是真事 好 甚至夸张的说 我这是个生机工工程 生机工工程啊 晚上来了小偷 这个小偷不小心掉到这个机壳里面 这个机壳好深啊 摔成了骨折 我下面要问你 这个路人和这个小偷 是施工单位的还是介绍单位的 都不是吧 都不是 那这个路人或者说这个小偷的医疗费 这个销部要不要给他们买单 那是肯定的 那这个销部给他们买单 是由介绍单位买单 还是施工单位买单啊 这个地方 我们的答题的说法 与我们真正做现场是有区别的 我们做现场的话怎么样 建设单位未来给我们施工方 增加安全责任感 签了一个 一条 无论谁到哪现场 在这个现场受伤 都要由我们施工单位来买单 基本上都有这条吧 其实是不对的 我们刚才所说的小偷也好 路人也好 在我们的法律上就什么 第三方 第三人 那么第三人的医疗费用应该由谁买单啊 应该由 保险公司买单 好 那保险公司也不是冤大头啊 是吧 他保险公司给你买单的前提是什么 保险公司给你买单的前提是你要买了保险 所以这里我们就要追溯到谁为第三人购买保险了 咱们肖默管理教材的第六章 讲到了四项保险费用的支出 其中第一条就是说的建设房要为第三人购买保险 第二条第三条说的是总包单位要为谁买保险 这条一条 保险公司要为谁买保险 是不是这四条 项目管理教材第六章 那既然第三人的保险应该是由军事单位买单 而这肯定是没有投保 所以我刚才所说的 像这种人如果这个项目没有投保 确实有小头在现场受伤了 确实有路人受伤了 要发医疗费的话应该是要随法呀 好 下面我们再看现场恢复 现场恢复 那么这个现场呢 要搞清理 这个清理工作应该也谁来做呢 显然是施工单位做 费用也谁出啊 建设单位 为什么要建设单位出费用呢 我们就想 我施工方到了这个现场 要为了这个项目开工的话 那首先是谁给我们施工单位提供了一个 能够达到开工条件的工地的呀 新是否呢 老的说法要做好三通一平 新的说法叫做要做好七通一平 无论几通一平 都是你建设单位要准备一个能够达到施工条件的工地 对吧 好 现在由于不够靠力搞得一团招 那 我施工单位出力 建设方也出钱 好 这是第五个问题了吧 第六个问题 关于工期损失 关于工期的损失 也就是说关于工期的这个顺应问题 这工期损失啊 涉及到直接攻击损失与间接攻击损失 工期损失又直接与间接之分 那么这个直接攻击损失的话 大家特别要注意那个下雨的问题 你比如说 说是有台风 有冰雹 有台风 有地震 所以看就知道是不可能 最要注意的是下雨 好 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例子 这是曾经考过的一个小例子 他说 在南方修高速公路 遇到三十天的雨季 遇到三十天的雨季 其中五天为特大暴雨 停工了三十天 现在你看看工期可以配多少 你别看了 这句话里面的这个 给你的信息很多啊 南方 什么意思 在我们南方的话 遇到雨季连续下一个月两个月雨的话 那是很正常的 好 我今天就说 现在不是这个各种群的 比较火热吗 南方下雨的话 叫什么 三个月之下来一场雨 下了多少天 下了九十天 不下流量 经常有这种情况 连续下一二十天雨的话 不限流的 不限流量 一致下 所以在南方遇到雨季连续下三十天雨 这是一个有精英的承包人 能够遇见的事情 对吧 其中五天为特大暴雨 啥意思啊 这个五天就是可以配的 这是不可靠力 所以遇到下雨 大家一定要注意 他说大雨都不行了 要说特大暴雨 罕见的大雨 多少年不遇的大雨 这样写的话 就表示是不可靠力的 如果一般说是下雨啊 尤其是带上什么机啊 那就是一定代表正常情况 好 南方遇到的是下雨 你看南方 然后又是修高速公路 什么意思啊 户外公城 那你像我们室内搞装修 外面像冰冰冰冰 所有还一样都可以搞装修啊 是吧 好 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 在南方上学高速公路 遇到上四天的雨季 其中五天会特大暴雨 那能够配的是多少天呢 五天 这是直接攻击损失 间接攻击损失 分雨过后或者暴雨过后 后面还有说法 那我把曾经考过的小片段 口序出来 也就是这里面的 好 我说啊 南方连续下了五天 特大暴雨 暴雨一过 你看我们这个 鸡坑里面就泡水了 比如说我一个 开瓦神都付八米的 生鸡坑 全是水 好 施工方向组织排水啊 你把水排干 才能够继续工作啊 好 我说排水排了三天 才把水抽干 这三天是不能施工的 这三天的攻击损失 有水来生的呢 建设房 因为施工单位没有考虑到 有这么大的雨下来 这么多水进来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间接攻击损失 应该由 建设房买的 好 我顺便说一下 排水费花了两万块钱 谁出啊 仍然是建设单位 对吧 施工单位没人办法 预见到有这么大的雨啊 因为这么多水进来 对吧 好 我继续往下说 把这个生鸡坑的水排干啊 发现施工单位 有一台蛙鸡 现在那个泥潭里面 于是啊 用钓机钓这个蛙鸡 好 下面我的问题来了 那个钓机的两千块钱 台湾费 谁出 钓机的两千块钱 台湾费 谁出啊 那我就要问你 谁把那个钓机 请过来的啊 施工单位请过来的嘛 那施工单位 你把钓机请过来 那你花钱呗 所以 钓机的台湾费 施工单位出 好 我把挖机 取掉上来 维修 取掉加维修 一起这里又花了一天 没办法施工 这个经济攻击 损失这一天 谁撑的啊 谁撑的呢 施工单位 为什么 我作为建设单位来讲的话 谁要你那个挖机 不放在保险柜里面呢 当然放不进去 也就是说你是施工单位 你那个挖机 放的不是地方嘛 所以这个 由于挖机泡水 要修挖机 单位一天工期的话 这是由施工单位来负责 好 修挖机 修了一千块钱 谁出啊 施工单位 谁家带孩子啊 这个挖机是谁家带孩子啊 施工单位的孩子 你看 我把这些个问题 都一讲完的话 这个题 基本上就 全部讲完了 我还有拿下一个地方 要给大家学一学 释法文本的一个条文 关于欧国费的问题 就是由于不可考虑 发生以后的 这个欧国费的问题 我现在带大家一起来学 新的释法 所谓新的就是 现在正在用的 正在用的释法文本的 17.3.2的第四款 这个释法文本的原文 是怎么说的呢 不可考虑发生 不可考虑发生以后 他说 停工的费用损失 由法本人和承拔人 合理分担 停工基金 必须支付的工人工资 由法本人承担 我就模拟地想象一下 不可考虑 连续下特大暴雨 连续下特大暴雨的这几天 食堂的炊事物 是不是一样的做饭啊 我们那个现场维持 安保的人员甚至还要增加 是吧 加强巡视 加强巡逻 是吧 这些人员的工资 要谁承担呢 法本人承担 这是白照的字嘛 是后面这一句 好 前面这句 停工的费用损失 由法本人和承担人 合理分担 什么叫合理分担 因为我们所采纳的官方的文件材料的话 释放文本已经是最低的一个了 是吧 你们学法规学过 最高级的就是写法 是吧 然后是什么法什么法 一直下来 部门规定 规定 最低下就释放文本 再往下走的话 就是我们的教材了 教材就是根据释放文本 根据法律法规 根据条文来编的嘛 对不对 好 最低一档的释放文本 都只说这么一句话 就没有进一步的解读了 对吧 好 那 我帮你理解吧 停工的费用损失 由法本人和承担人合理分担 什么叫合理分担 我举个例子 点续下特大报 事故难为有一百名工人 不能上班 军事方也有十名工人不能上班 什么叫合理分担呢 加在一起一百亿 每一方出五十五人的欧国费 肯定不是 什么叫合理分担 你负责你的 我负责我的 这才叫合理分担 意思 我带大家学这个释放文这一条 最终的落脚的是什么 由于不可靠的 导致施工单位的 工人 欧工 这个欧工费 能不能赔呀 不能赔 这种的落脚的在这里 由于不可靠的导致的 施工单位的人民的欧工费 是不能赔的 但是如果是由于建设单位 修改设计 使得你欧工了 那当然这个就能赔 对吧 我们说的是不可靠的 那这样 把这个例题到这里就 讲完了 那也就是说 我们把 讲了两个最经典的 索赔的题 如果你把我这两个 索赔的题 全部都明白了的话 说句实话 我们去考察 最近这些年 无论多少年代 与索赔有关的题 都是非常简单的题 非常简单 可以说都在我这两个 题的范围之内 好 看下面 第五个问题 成本管理 那么关于 施工成本管理的话 第一个 施工成本的构成 施工成本的总类 他说按照成本 控制的不同标准 划分的话 分为目标成本 计划成本 标准成本 定义成本 按照施工 相互成本 费用的目标划分 又分为什么 生产成本 质量成本 攻击成本 不可预见成本 这是按照成本 控制的不同标准 这是按照 施工消购成本费用 来划分 两个划分不一样 像这种的 适合出多选题 当然也可以出 一个小几个大题 成本核算 这个成本核算 我直接把我们 最喜欢出考题的 几个成本的计算 写出来 而且我还注意到一个问题 在我们的一级进造试考试里面 相对喜欢考造价计算 在二级里面呢 喜欢考成本计算 所以我就把这几种成本 都写在一起来 什么叫直接成本 或者说直接成本 间接成本 制造成本 完全成本 分别有哪些来构成 直接成本 人机一调 加措施费 经济成本 企业管理费 加贵费 两项 另外我们书上讲到了一个 制造成本与 完全成本 我们主要要分清楚 制造成本与 完全成本的区别 那么 完全成本 是在制造成本的基础之上 加上什么 企业管理费 就背靠的企业的企业管理费 当然咱们的制造成本的话 有现场管理费 现场也有管理费 现场也有管理人员 对不对 我们的一级 建造式建筑事务 制造成本 完全成本 分别考过一次 那就是考计算题 大概也就可能考过四分吧 四到五分 二级里面 就经常考直接成本 怎么算 进级成本怎么算 但是在一级里面没考过 直接怎么进去 怎么怎么算 但是我全部都给大家 努力在一块 就相对来说 好记忆一些 要不然的话 大家大佬是迷迷糊糊蛋 一下是直接成本 一下进去成本 一下制造成本 一下王军成本 到底咋回事 都只内习了 都只内习了 好 还有成本预测 成本预测的话 咱们书本上有一个 叫做专家会议法 专家会议法 我对书本上这个立体 稍微修改一下 就书本 白了就帮助大家看书吧 因为书上这个立体 它有一个缺陷 它什么缺陷 三种价格的预测的人数 都是标准的三人 实际上没必要标准的三人 我就是修改这个 你看我搞了一个三人的 搞了一个五人的 搞了一个两人的 说白了 这个就是典型的什么 加权平均 加权平均 三人得乘这个数 五人得乘这个数 两人得乘这个数 这种是十个人 就把书上这个立体 稍微把那个人数 给你处理了一下 帮助大家处理了这一项 没有别的意思 好 成本目标变成一句 我前面给大家 在说一句的时候 我说了 只有两个 大家一定要记得 一句来的问题 不能按照一锅端 而且这两个一句 我都给大家变得口约 是不是 单位工程 单位工程进度计划的 变成一句 是吧 另外一个呢 时光成本目标的变成一句 这个你不能再按那个一锅端 一锅端的话 端进来的话 也解决不了问题 只有我们要求大家 背的一句内的 有两个不能按一锅端的 都有口诀 好 这个口诀 你看我是怎么变得呢 安量定合同目标 安方案方法 安量定合同目标 当然这个地方最不好猜出来的 就是目标 目标责任书 下面这个是什么 控制指标 目标本来就是一个词 结果要分开 是目标的目标 目标的目标 指标的标 按量定合同目标 这个口诀也是我 19年 12月变的新口诀 我在以前的科技里面 什么也是个口诀的 好 实行成本控制 这里面有一个成本管理 包括哪些工作 确定成本目标 进行成本预测 并且成本计划 实施成本控制 开展成本黑算 做好成本分析 并且成本报表 这个咱们项目管理上面也有 下面一个 施工期间成本控制的内容 这个问题 我们也并口诀 因为太长了 再说了 我也不能说 也并说这么多 我这并口诀也有个过程 是吧 施工期间成本控制的内容 这个是有一定的 现实意义的 就看上去 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施工期间 我们那个工地上 项目上面成本控制的内容 包括哪些 你看加强施工 任务单和限额领料单的管理 任务单 限领料单的管理 计算成本 分不分析功能成本的差异 分析差异原因 分析越多预算成本 与实际成本的差异 然后实行责任成本 核算 检查对外经济合同的 领约情况 还有定期检查各责任部门 和责任者的成本控制情况 这个六条的话 如果实在要作为一种 问答题 在我们的整体里面来问的话 也是完全可以的 好看下面 按照管理程序分的话 按管理程序分的控制过程的话 其实这个都是重复的 是吧 什么成本预策 成本计划 成本控制 成本核算 成本分析 成本考考 这几个词组 在我们的二级里面 挑出来作为问答题 考过好好多次 我记得这其中的三年 四年里面考三次 而且都是问答题 中间只隔一年 连续四年里面考三次 大概对应一年一二年的几年吧 现在考到少了 这些词大家都是很熟悉的 我们不多说了 然后呢 价值工程 关于价值工程的话 又是一个相对冷门的问题 这个问题第一次 在我们一级尽造试考试里面 考的是哪一年呢 零七年 零七年考了以后啊 大概这中间就隔了很多年了 是吧 零八年都会考嘛 大概我的课界里面 应该是在一三年左右 一二年左右 就一直有这个题 一直有这个题 结果呢 在一七还是一八年吧 一八年 就考了我这个 就考了我这个 而且那次考的还没这个难 所以 因为这个书上没有这么细的立题啊 书上没有这么细的立题 一八年吧 好像是 一八年 在二级里面考完以后 在一级里面又考 考了这个 价值工程 同样的考下来 很多学员都非常佩服我 李老师的课界 李老师就你的课界里面 有那个立题 我说这个啊 有些冷门的问题 很多年没考了 他要逃出来再考 是完全正常的 然后这里现在一看 又隔了一两年了 又可以考了 那我们把这个题看一下吧 他说啊 这里面 他说要你计算ABCD 四项工作的评价系数 成本系数 价值系数 最后要问你选哪一个 作为降低成本的对象 那么这个问题 要你算评价系数 而且这里有 这个括弧非常重要 又叫功能系数 怎么算呢 这四项工作的功能评分都有了 满分一百也有了 那你说A的功能系数是多少 145除100 0.15 B呢 35除100 0.35 而且有了这个以后 马上 就可以看出这个 什么 成本系数 A的成本系数呢 650除以360 B的呢 120除以360 功能系数 成本系数 都有了 都有了以后 两个一相除 加之系数也有了 所以像这种题啊 就相当于完成表格的题吧 我告诉大家 凡是完成表格的题 一定是可以利用表格里面本身的数字 去完成 就像那个会议做财务报表 他都是利用已知的数据做后面的数 不存在要额外的有什么东西 非常简单 这个题当年考下来是占了十几分 十几分 好像当年完成这个表格就是八分 文献中间 那个时候给分给的多啊 收取哪一个座位 就给什么人对下来 你看 那这里 0.83 1.06 1.03 1.00 最大的是1.06 最小的是0.83 当然 我们要选这个什么 小的 也就选A 这是我们的规定 但是在这里 我又跟大家说过 遇到这种问题 如果说你不记得是选大的还是选小的 那你这也是个小经验 不是选最大的 就是选最小的 是不是 你不会选中间的 也就是说 你去猜的话 猜中的概率是50% 要么就选最大的 要么就选最小的 你不会选中间的 是吧 好 甚至于你这些计算 我都不会 那这就是我跟大家 在最前面给大家 所说的什么 计算题 我给大家说的是什么 当计算题 你不会算 又要通过计算以后 要给出一个结论的时候 怎么样 你要狭猜一个 狭猜的话 像这里一四个的话 要猜一个了 猜中的可乐经济是 四分之一嘛 就相当于一个大一群体了嘛 猜中了也一分 没猜中 也不扣分 尤其是 你看后面我们讲 政治法 节约还是增加 进度是超级还是滞后 这个猜中的可能 其实一半啊 一定要猜 这是这个价值工程 这个题啊 有了这个题的话 你再去看我们 这些人的真题的话 就变得非常简单 好 下面咱们看 这个政治法 这个政治法的话 对我们一些 尤其是初学者而言的话 它主要是 这三个名词 不好理解 其实啊 这三个名词 一个最简单的 理解方法 你看 它都是由两段 所组成的 你看以往 预算费用 计划完成 预算费用 已经完成 实际费用 它都是两段组成的 看到没 两段组成的 既然是两段组成的 把这个两段 拆成两个名词 再一相成 就是这三个 以往预算费用 计划完成 预算费用 以往实际费用 这是这三个名词 另外呢 对应的四个公式 这四个公式的话呀 看上去是四个 实际上你只需要 记两个 为什么 你只要记这两个 偏差公式呢 至于这两个 绩效公式的话 你会算偏差 绩效自然就会算 偏差做减法 绩效做除法 顺序都一样 那你去理解 这两个 评差公式了 成本评差 进度评差 我经常讲到 这里的话 我说你就 脑袋里面 先有一个 简单的 新实例子 把这个新实例子 写到 纸上万一口的话 再去 对照 资料上 背景资料怎么说的 把它翻译过来 你比如说 关于成本评差 我就 假设一个 实际的 比如说 有你去 盖你现在 住的这栋楼 不管你现在 是在办公楼 还是住宅楼 好 比如说 这一栋 住宅楼 你做项目经理 要你去负责 给你 要你把它盖成 假设是 一千万吧 假设一千万 好不好 好 这个 预算分用一千万 你把它盖好了 只花了九百万 你看看是 节约了 还是超市了 节约了 预算费用一千万 你盖完以后 实际费用 九百万 那不是节约了吗 好 再看看这个 进度平常 比如说 你当时在盖 这栋楼的 截止到 那一年的 十月一号 计划要做 五百万 结果呢 你做了 六百万 来 计划要完成 五百万 结果你已经完成了 六百万 那你说你是 超前了 还是落后了 超前了 如果你对 这两个 平常公司 记不住 你把我刚才说的 这个小例子 先把它写在纸上 再去套 反过来 记这公司 记住了两个 偏差公司以后 两个计划公司 我说了 偏差做检法 计划做厨法 马上就出来 这是一八年代 我们管理上的一个真题 就是那个 管理啊 因为管理 它是 它的题型 就限制了 再多一个题 就两份 多选题 大选题一份 多选题两份 是不是 你看 这个题啊 就是一个典型的 要利用这个什么 这个政治法 那就是计算的一个题 最后 当然我这个计算 我就不算了 双解大几汗 这种计算 我在这里 做一个讲课 来讲 那就是什么必要 当然这个题很遗憾 在管理上面 它值了两份 但是同样 这么一个题 如果它拉到我们 十五里面考 有多少分呢 我告诉你啊 拉到十五里面考 第一次考 这个偏差 政治法 就是我们第一次的 一级经济师考试 也就是04年吧 20分 然后到后面一次考的话 就到了09年 那就将加了 只有十分 它这也是一个小众的一个问题 在管理上面就考两分 但是在我们十五里面 现在如果再拿来考的话 那不可能还有二十分 十分都没有了 估计就是六分左右 六分左右 但是呢 我想这个 我这么一解释的话 应该其实非常的清楚了 就大家 经常有人说 哎呀 我现在 这复兴应该也怎么复兴 该背得背 该理解得理解 像这些地方就直接去理解了 这不是靠死背能够解决问题的 背不住的 再看下面 成本分析与考核 成本分析与考核的话 他说 十分成本分析啊 有两类 八种 两类 第一类 基本分析方法 第二类 综合分析法 基本分析方法 里面又分为四种 比较法 因素分析法 差额分析法 比例法 中国分析法呢 有 分不分像成本分析 粤记度成本分析 年度成本分析 均补成本分析 这 把它作为问答题 考 基本分析法 或者中国分析法 分别对应的 这四个 四分 考过的啊 考过的 而且我又注意到 我们 书本一把以后的教材啊 就把 管理上面那个 因素分析法 的那个小例子 抄到我们的 食物里面来了 那既然 能够把管理上 那个食物例子 抄到咱们 食物书上 那 谁是可以再考 没考过 因为 食物里面 从来没考过 这个因素分析法 但是 我想的话 迟早会考 我说的啊 迟早会考 现在已经写到 咱们书上 已经两年了 两年没考 一八年没考 一九年没考 二零年 是否会考 我不知道 反正迟早会考 接下来 我说的有些 东西 像那个 食物性法 之前很多年没考 后面就考了 还有价值共产 07年考了以后 好多年没考 后来又考 所以这个 既然他有意的 把它拿到咱们 食物书上 因为你想那个 出题的 他也痛苦啊 考来考去 这些东西啊 诶 考一个新的吧 正好 书上这个点 以前没考过 那么对于因素分析法的话呢 这里面主要是要 它又叫什么东西啊 又叫做连环替代法 那么这个连环替代法的话 首先你要注意 最核心的是什么 咱们连环替代法的计算的话 先算什么 再算什么 最后算什么 先替代 工程量 再替代 加质量 洗量 后价 你这样记不 洗量 后价 来 这是书上这个例题的 说这个例题 好 这里一个目标成本 实际成本 然后呢 你看 他说 这里面什么 产量 有变化 搬价 有变化 损耗率 有变化 新量 后价 再其他 新把料替代 你看 第一次替代 新量后价 第一次替代 把520的料 替代 500的料 算出这个差来 第二次替代 用这个单价的78 替代 700 第二次替代 第三次替代 损耗率 1.025 替代 1.04 然后分别算出 这三次替代的差 求出这三次替代的差 哪一个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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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明 哪一个因素 因素 影响因素 最敏感 哪一个影响因素 最敏感 这种题非常简单 但是非常要提醒大家 注意的是 你一定口号一句算一遍 对吧 算一遍 就清清楚楚了 这种问题 你看一旦要考的话 很有可能就7分 为什么呢 7分 每算一个 一分 三分 算差字 算出来 每算一个 又一分 又三分 最后 得出结论了一分 很有可能就7分 这么一个东西 你看 非常简单 万一考了 你如果掌握了 这个那7分 就到时候了 当然了 也有可能是4分 前面的计算 每一个0.5 这个结论一分 4分 但是 算这种计算 才给一分的话 似乎有太 这种计算 每一个给0.5的话 似乎也给得太少了一点 是吧 那也就是4到7分之间 很有可能是7分 这么简单的问题 如果要考了 我这里这么强调 你到时候如果没考出来 我说的是万一 又考了又没考出来 那你到时候后悔了 你就真的是 只要后悔了 因为很多学员 这种的 曾经没过的一些学员 就缠了某一两份 那你这个地方 一下就算了6 7分 你也压多少人了 所以不该丢的分 就一定不要丢 看下一名 企业对项目部的考核内容 这个曾经作为一个 问答题考过 企业 就是你背靠的时工企业 对你这个项目部的 成本考核的内容 考核哪些东西 这6条吧 我不念了 这也没什么意思 自己背吧 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专题的第二个板块 知识点的复习 到这里 当然 你看我们讲说 外的化学 那都是以真正的立题来讲的 然后呢 这里也给大家讲几个题吧 就是进入第三个板块了 本案例的 本板块的这个 本专题的案例分析 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题 第一问 工程量清单计价具有哪些特点 这个是与背景资料 几乎没关系的一个问答题 也就是我之前给大家说的 我们的问题与背景资料是 无相关的 工程量清单计价的特点 就是什么强制性 统一性 完整性 规范性 竞争性 法庭性 这个确实曾经是考过的 好 第二问 本案例是否涉及到违法分包 什么叫违法分包 除了合法的都是违法的 那么什么叫合法的 给大家仔细说过 我们的合法分包 必须满足两个必要条件 还要满足两个必要条件之一的一个条件 哪两个必要条件啊 非主体 分包方 要有知识 两个选择条件 选一个 要么就在总包合同里面写清楚了 要么就是临时打报告 由总监和接触方批准 这才是叫做合法分包 当然 还有些 分包以后不能再分包 对吧 这个 但是有一点是 总包下面有允许一级 分包 分包下面还允许有一级什么 老物在分包 主体可以进行 老物分包 这些梳理完了以后 再看这背景资料呢 他说这里有一个办公楼 由A总包单位签了 合同 然后呢 这个什么 经总监审核 A单位将装机工程分包给B 专业基础公司 B单位将劳务分包 又给C劳务公司 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 这里 有没有 文化分包 没有 是吧 允许总包下面有一级 劳务分包 劳务分包下面有 有没有分包 就没有了 啊 劳务不能再分包 正因为劳务不能再分包 所以大家可以看 现实中间有个事 咱们的监理业务 有没有分包这个说法呀 听说过没有 没听说过吧 监理业务没有分包这个说法 我们不要把那个监理 看成那么高大上 说白了 监理就是提供劳务输出的 所以他没有分包 往下看 装机施工方案的边 这和审批是否正确说明理由 B单位 C单位进场 C是什么 劳务公司 是吧 劳务公司进场以后 编制了装机处事故方案 金币单位 项目经理 审批同意以后 组织事故 现在问你 这个装机处事故方案的 编制和审批是否正确 说明理由 显然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 劳务分包单位 就只知道做劳务 只知道做事 他才不知道编制什么 装机处事故方案 所以这显然是错误的 看下面第四文 B单位的要求是否合理 说明理由 B单位有个什么要求 大家看 由于装机处施工的时候 总报单位没有全部到闯 B单位 就是这个装机风暴单位 要求C 劳务单位 执行解决施工的水电热图形等问题 那我说了 C单位是否劳务单位 劳务单位的指质到多少 他怎么会去解决这些 水电热图形这些问题 解决不了 所以B单位的要求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 看第四文 看第五文 装机处业势合格以后 C单位 就是这个劳务单位 向B单位 就是这个装机这个单位 C单位向劳务单位 递交完整的结算资料 要求B单位 按合同约定支付劳务报酬的违款 B单位 以A单位没有付公正款为由 拒绝支付 现在问你 B单位 就是这个分包单位的做法 是否正确 说明理由 你还别看了 这个题还真是曾经的真题 我告诉你 除了这个疑问是我家的以外 后面的疑问 都是曾经的真题的变乱 其实这个地方 恰好就是咱们 咱们国家 这个什么 农民工工资 拖清的一个输赢 农民工工资 为什么不能够按时发放 包工头没有给钱 我们不要 动不动就说 这个包工头拿钱就跑人 找新英勇 现在包工头 拉钱走人的 当然你说全国这么大 你说都没有了 也不能这么说 极少极少 说句实话 现在一般的人还真做不了这个包工头 包工头要有人脉 他要带一个队伍来的话 一般都要是什么 都带的是老家的 邻居 或者是亲戚 那这种包工头 他能跑吗 他跑到哪去啊 是吧 所以包工头 拉着钱 跑人的这种情况 以前多 现在 从比例来看 以前多一些 现在是 非常少 那包工头 为什么不发钱呢 分包单位没给钱 分包单位为什么没发钱 没给呀 总包单位没给 总包没给钱的原因是 业势单位没给 就出现这个 农民国公司 妥协问题 所以这个的话 我们要 最主要去答这个题的话 用中国的一句俗话 叫什么 冤有头 战有主 一击找一击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 这个 比例单位的做法 是不合法的 不正确的 比例单位 就要管发钱 是不是 至于你们逃到钱 是你的事 对吧 这是曾经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 评断 然后加了一点点东西进去 这是第一个题 再看一个题 这个题是 最近的一个整体 事过合同中 综合单价 因工程量变更 应该如何调整 事过合同中 综合单价 因为工程量的变更 应该怎么调整 其实这一问 又跟背景资料没关系 这是一个与背景资料的 几乎无关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怎么调整呢 工程量增减在合同约定幅度以内的 这些约 综合单价 好 那么 工程量增减超出合同约定幅度的 其综合单价的 这个 调整原则是什么呢 超出合同约定幅度的 超出部分综合单价 要调低 少于的话呢 全部都要 预以调高 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什么 八百的例子 六百 六千的例子 是吧 就是把那个 把它写成汉字 写成文字 是吧 当然综合单价了 综合单价呢 要由发报方 承报人 双方 合理成本 加利润的原则来 写上确定 也就是说 把我们那种计算 把它写成文字的写字 是怎么来表达 看条文 本工程厨房和走廊地面 桥面等分部分件工程费 及其结算款 分别为多少元 好 这里有一个走廊地面和桥面 背景之内是这么说的 他说这里面有一个 学校食堂 装修改造项目 采用工程的清单机架 他说 这一个 合同约定 实际完成工程量超过 股算工程量百分之十的话 要调整单价 是吧 多做了的话 就是要调到原来的百分之九十 合同约定 厨房 地砖工程量 五千平米 总和单价 尾平米八十九元 地面 磁砖工程量 八千平米 总和单价九十八 尾平米 九十八元 贵费费率百分之五 税率百分之三 四一 这都有了 这个计算 太简单了 当然这个地方 你要去算的话 他说 实际的这个地方 大家看 就是啊 他的这个工程量 这里有变化 有变化的话 是不是要进行调整 是吧 因为他约定的工程量 与这种实际做的工程量 就是要与他这个约定百分之四 是不是有变化 有变化的 该调整的 要去调整 是吧 要调整 这个计算 太简单 虽然是曾经的考题 这个实际上是太简单 这种计算 所以我这里就 这种计算的 这种小细的小过程 一个个的怎么算 对照这个背景资料来 给大家去念 没意思 大家要去 会做这种题的 唯一办法就是 自己 先 停下来 根据背景资料去算 再来看 我们这里怎么算的 好吧 然后看第三问 由于走廊设计病人 给承包人造成的损失 承包人是否要得到补偿 大家看 这里有个事件 他说由于走廊设计病人 等待新徒子造成承包方 停工五天 卧工的工日为六十工日 这每工日三十名不对太低了 你现在要至少写一百吧 或者写一百五 是吧 现在我们就不管这个实际数字吧 这数字肯定是远远偏离了 便宜了 我们现在的真实的这种 人工难家 反正就是说 由于设计病人等徒子 实在承包方停工五天 造成卧工 显然这个设计病人是非承包商原因 所以呢 这个停工的工期要顺严 费用也要赔 是吧 费用也要赔 对 设计病人是实际数单位 有人给承担的责任 是吧 看你四文 承包人关于纸巾价的结算 要求是否合理说明理由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他说 世界工投资中 卫生间有不屑钢的纸巾价 但法宝人编制的工程量清单 没有这个项目 所以啊 承包人投标的时候 没有进行报价 事故过程中间 承包人自行采购了纸巾价 并进行安装 结算的时候 承包人要求 按纸巾价的实际采购价 来结算 然后他的问题是 这个纸巾价的结算 要求是否合理说明理由 一定请大家注意 这个背景资料啊 背景资料里面是怎么说的呢 就是这个事故图纸中间 卫生间有不屑钢的纸巾价 但是法宝人编制的工程量清单里面 又没有这个项目 那你清单里没有这个项目 承包人投标的时候 就没有跟这个报价 最后施工的时候呢 承包人自行也采购了这个纸巾价 进行安装 结算的时候 承包人要求 按照纸巾价的实际采购价格 来结算 那么这个问题应该 怎么处理呢 就是说 这个底四啊 他是问的是什么 承包人关于纸巾价的结算 要求是否合理说明理由 这个显然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 他在这个招标文件里面 没有标明这个不屑钢纸巾价 这就是属于什么 工程量清单里面的什么 露像 那么你发现有这个露像的话呢 承包人在施工前 应该要向什么 建议理 和建设方提出 总和打架 也就是说 你在采购这些 你就要提出来 你不能说做完以后再要钱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 好好理解 最后一问 非常简单啊 总报合同管理的原则 有哪一些 总报合同管理的原则 有哪一些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什么 依法理学城市信用全面履行协调合作 维护权益 动态管理 这个是可以单独扣出来 作为问答题的 这个题啊 我跟你说是早些年 不是最近啊 早些年的一个真题 在我这后面 像这个是后面我加的 加了一点点东西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一个关于合同与成本管理的整个这一大块 就彻底讲完了 这一大块我 这是案例口律一般 我后面真正的给大家讲第三个板块的案例讲的非常少 就两个而且两个案例题 比我前面知识点里面讲的案例题还要简单 但是呢 因为我前面在讲知识点的时候 讲了很详细的案例 所以呢 这个后面就只有两个简单案例题了 总之这一个专题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我现在想不讲解 我刚好 我一下回了 我私打算机会 我说我们下车 我下车 可以重新判定